欢迎收听有声书《春秋战国真有趣》 第五册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八章 张仪向魏 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 不是来旅游 也不是来出访 而是来当官的 史记说得明白 张仪免向 向魏以魏秦 欲令秦先侍秦而诸侯孝之 为了秦国的利益 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 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 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 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张仪本人就是魏国人 派到魏国去工作再合适不过 问题是 魏惠王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空降的相国吗 那个年代 人才流动贫扔 贾国人跑到以国去做官 是常有的事 公孙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先在魏国为将 接着到了秦国当了大良造 后来又回到魏国为将 但是像张仪这样 被秦惠王派到魏国来 而且是要当相国的 还确实没有先例 事实上这一安排也并非出自秦惠王的本意 而是张仪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魏国总是摇摆不定 不肯死心塌地臣服于我大秦 主要是因为 惠师从中作梗 就让夏臣去魏国取代惠师吧 张仪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嗜好 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门徒 他深谙黑白之道 更沉溺于博弈的乐趣 若以此时天下的结局而论 乃是合纵与连衡的对弈 合纵一方 惠师苏秦公孙衍等人执黑先行 连衡一方 则由他张仪独树一帜 只取天元 这天元就是魏国 在张仪看来 只要抢到了魏国 韩国自然臣服 赵国也不在话下 中原的局势便焕然一新 秦国则可以走出西方的商傲 与齐楚两大强国放手一搏 然而魏国的态度总是暧昧 时而与秦国亲近 时而与秦国疏远 亲近的时候 不忘向齐楚等国乱抛媚眼 疏远的时候 又偶尔扑到秦国怀里 撒娇发嗲 为此 张仪才不惜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 下到最关键的部位 当然 首先要说服魏惠王 他对魏惠王说 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千里 士兵不到三十万 地势平坦四通八达 没有明山大川贤祖 南方有楚国 西方有韩国 北方有赵国 东方有齐国 光戍边的部队就要十万以上 自古以来 这里就是你来我往的战场 如果和楚国交好 而冷落了齐国 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 和齐国亲近而忽略了赵国 赵国就会从北面发难 跟韩国闹点小别扭吧 韩国也是不好惹的 得罪了楚国更不得了了 楚王可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啊 站在魏国的角度 我理解您为什么热衷于合纵 诸侯之所以合纵 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安全和国军的尊严 煞血为盟皆为兄弟 表面上看起来空前团结 可实际上呢 即便是同胞兄弟也有利益之争 何况是国与国之间 大伙都想着凭借虚伪的誓词 来维系苏秦那套过时的方略 失败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 合纵是冲着谁来的 合纵就是冲着秦国来的 可是魏国和秦国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呢 秦王一生气大军就会进攻河外 胁迫魏国阻隔赵国南下的道路 赵国不能南下 魏国就得不到北方的援助 秦国在挟持韩国进攻大梁 韩国害怕秦国远甚于害怕魏国 必然听从秦王的召唤 从新政到大梁不过200里地 无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可以轻松到达 魏国无险可守 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啊 只消三言两语 魏惠王便被轰得晕头转向 连忙问道 以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 很简单 依附秦国 魏惠王脸上露出游仪的神色 张仪上前一步 眼睛死死盯住魏惠王道 依附秦国 楚国和韩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没有了楚国和韩国的祸患 您就可以高枕无忧 国家无忧了 您想想看 秦国最大的敌人是谁 不是魏国 而是楚国 魏国何必作为楚国的屏障 去抵御秦国的进攻呢 不如顺从秦国 帮助秦国攻打魏国 这样的话 转嫁了灾祸 安定了国家 您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知道 您身边有些人极力主张合纵 他们话说的激昂 但是很少有靠得住的 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 就封侯拜相 完全不用负责任 所以每天都慷慨沉词 花言巧语来迷惑您 俗话说的好 众口朔金 击毁消股 荒话说的多了 您也就信了 请您从现在起 认真考虑 魏国何去何从的问题 想想我说的话 有没有道理 魏惠王摆出一副 若有所思的样子 半上才回答说 先生言之有理 容寡人与仲卿商量之后 再与答复 张仪没有再说什么 行礼之后退下 对于他来说 有魏惠王这句话就足够了 第二天 魏惠王果然召集会议 商讨张仪的建议 张仪认为 魏国和韩国应当与秦国联合 寡人考虑再三 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 魏惠王语音刚落 惠师便站出来 此事万万不可 秦国乃魏国的心腹大患 不可亲近 以下沉之鉴 魏国应该联合齐楚两国 对抗秦国才对 魏惠王看都没看他一眼 冷冷的说 相国一再提联合齐楚 难道就忘了当年五国相王 齐国和楚国可是一个冷眼旁观 一个刀兵相向 一句话堵得惠师无言以对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孙衍 公孙衍正在闭目养神 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样子 会议表决的结果 大伙都同意张仪的意见 惠师心灰意蓝 对魏惠王说 即便是一件小事 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 都会各占一半 何况是这么大的事 魏国投靠秦国 联合韩国 去对抗齐国和楚国 这么大的事 群臣都一边倒地认为可以 这究竟是事情真的那么显而易见 还是群臣的智谋如此一致 总之 这事太蹊跷了 请您一定要三思 魏惠王没有理睬他 几天之后 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经与秦王协商 并征得其同意 张仪将担任魏国的相国 主持魏国的内政外交 至于原来的相国惠师 先免去官职 听后发落 惠师得到内部消息 每等使者上门 赶紧脱掉官服 乔装改办 连夜逃出大梁 魏国和秦国的关系 突然进入蜜月期 魏惠王在大梁 为秦惠王修建了行宫 还决定每年分春秋两季 向秦国进贡 这就等于承认魏国是秦国的蜀国了 但是在关键问题上 魏惠王仍然保持了矜持 秦国几次提出 要与魏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 都遭到了委婉的拒绝 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 在魏惠王心中 依附秦国是为了换取魏国的平安 因此修行功也罢 一年两次进贡也罢 这些都不是问题 相当于花钱消灾 如果依附了秦国 却不能避免战争 还要与齐国开战 那他如此第三下四 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已经是冒迭之年 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 为什么秦王就这样不体贴他呢 咸阳每隔三五天 就派使者来催促他出兵 他置若罔闻 张仪多次进宫劝谏 他避而不见 后来秦惠王让步了 提出不用魏国出兵 只要魏国借道给秦国 让秦国通过魏国去进宫齐国 这样总可以吧 魏惠王仍然是摇头 秦惠王怒了 拒手一挥 数万秦军东出韩谷关 占领了魏国的屈卧和平州 这一来不需做更多思想工作 魏惠王就屈服了 于是公元前320年 秦军通过韩魏两国领地后 向齐国发动了进攻 回想起来 当年苏秦游说齐威王 曾经说过 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的话 仅仅过了9年 秦军的铁蹄 便踏上了齐国的国土 可见 苏秦对形势的预计不足 尤其是对张仪这位同窗的能力 预计不足 齐威王当然不是吃素的 马上启用匡张为将 迎战秦军 有必要说明一下 匡张就是当年徐州相王时 曾经质问过会师的那一位齐军将领 据战国策记载 匡张是小妾所生 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丈夫 被杀死之后埋在马厩下面 对于中国人来说 死无葬身之地 无疑是十分悲惨的 齐威王为了激励匡张 对他说 你如果打了圣仗回来 寡人一定为你的母亲牵葬 好让他老人家安息 匡张说 我并不是不能安葬我的母亲 他得罪我父亲而被杀的时候 我还很小 后来我长大了 我没来得及请求我父亲安葬他 我父亲又去世了 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指示 就牵葬母亲 不是对死去的父亲的欺骗吗 匡张率领齐军与秦军对质 双方扎下营寨 挖好壁垒 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 为了打破僵局 匡张精选了一批战士 换上秦军的服装 偷偷混入秦军之中 齐国的侯者 也就是侦察人员 对此不理解 向齐威王说 匡张让齐兵投降了秦军 齐威王对此不予理睬 过了一段时间 侯者又来报告说 又有一批齐军投降了秦军 齐威王还是无动于衷 就这样一连报了三次 有人对齐威王说 匡张投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您为什么就不重视呢 齐威王说 我不相信 不久之后 前线传来捷报 齐军大胜 秦军大败 左右大臣又惊又喜 都对齐威王说 您怎么知道 匡张不会叛变投敌呢 齐威王说 这个人身为儿子 不敢欺骗死去的父亲 作为臣子 又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呢 请记住 匡张这个人 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示身手 在此后的历史中 他作为齐军的主要将领 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一战打得秦军杀鱼而归 使得张仪以秦汉 与魏之士伐旗的战略受挫 也使得秦桧王急于号令天下的野心 遭到沉重打击 不久之后 一封措辞谦卑的国书 从咸阳送到林兹 秦桧王自称西藩之臣 向齐威王表达了悔恨与歉意 齐威王看完国书扔到了一边 他对秦桧王的致歉毫无兴趣 却命人给魏惠王送去一封 措辞严厉的谴责信 信上说 秦国之所以能够越过千山万水 攻打齐国 完全是因为张仪控制了魏国 如果魏国还想与齐国 保持牧林友好的关系 必须将张仪赶走 楚怀王也从这次战事中 读到了危险的信号 秦军可以通过魏韩进攻齐国 自然也能够通过魏韩进攻楚国 于是他也给魏惠王发了一封信 大意是 张仪不忠不信 虽然当了魏国的相国 却总想着替秦国办事 这样的臣子不敢走 天理难容 就在这个时候 自张仪向魏以来 一直保持沉默的公孙衍 突然出来活动了 据战国策记载 公孙衍派了一个人 去游说韩国的相国 韩公书 张仪向魏将秦魏两国结成联盟 实际上对韩国大大不利 他曾经多次对魏王说 如果魏国进攻南阳 秦国进攻三川 韩国就必定灭亡 您何不干脆把南阳割给魏国 作为公孙衍的功劳 魏王贪图的就是土地 取得了南阳 他就会抛弃张仪 重用公孙衍 这样一来 秦魏联盟就解散了 韩国的危险也就解除了 韩公书听从了建议 主动割让南阳给魏国 公孙衍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一座大城 令魏惠王不禁刮目相看 不久之后 魏惠王终于下定决心 将张仪这尊大神送回秦国 委托公孙衍主持国政 同时派人宣召会师回国 张仪向外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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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